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猪 大昆仔这转摸摸干啥呢 哟 这是谁的车牌子呀 066我的妈天 这牌子不错呀 这是我最喜欢的车牌子 你整的啊 让你发现了呢 怎么 你整的啊 不是我整的 是咱们昆庄达房车 专门负责上牌的小尹同志 一马 拍的 人家手气就这么好 不是 给谁拍的啊这是 给咱们河北的赵姐 咱们昆庄达房车 总装出厂的第一台速冰车 哎 我那配件呢 在这 给你们看看 俩6 要是撒6就完美了 哎呀 要啥净车啊 我要是小尹要拍出撒6 我高低让这个车主赵姐 给我买俩包子吃 哎呦我的天 上牌 走 挺有志向 走 哎 你这是最后的检查工作了 赵姐姐还有一个车友 他们在车里一样 反正他们那个车里面 参观的 对 其实都已经完成了 偷偷给上上 洗皮新车吧今天 我又想起来这个两三年之前 嗯 有一个那个叔叔非得跟我降 说这个车牌子上上之后 螺丝都是防盗扣的 嗯 怎么拆也拆不下来 要给我堵一只烧鸡 那都老长时间了 结果你猜结果怎么样 赢得一只烧鸡 烧鸡老乡了 它这个每个地方车管所的东西不一样 你像那个正常来说 这个车牌子这个螺丝都是防盗扣的 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这个一些常识 但是哈尔滨车管所吧 它就是十字花螺丝 你看 嗯 它就是十字花螺丝 它这玩意能上着焊到蟹的 没地方说理 所以那个那个叔叔姓啥来着 反正是一个心权顺车友 对是个退休的空军叔叔 对了 是长春的退休的空军叔叔 然后 到底输给大昆一只烧鸡 大家可以翻两年前三年前的视频 对 就能看着那个叔叔当时 特别较真那个表情 很亢奋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上吧 你说赌啥的吧 赌五十块钱的 咱当时赌的是五十块钱 对 但是第二天 因为咱真不能拿钱呢 对呀 哎呀 赵姐啊 我下来我不 我不上 你不上啊 你说话呢 我也不上 说话也不说 谁的牌子这么亮啊 谁牌这么亮 大昆的 为了不上就车都给我了 哎呀 上盘 你看 简不简单 你再给它倒扣下来 就我这手艺到车管所门口 我一天都能真的正白板 哎呀 那是不是三十块钱拆卸一次啊 对啊 我天 这太暴力了 但是啥 不是不是那个意思 这个车在车管所吧 你让人拆车牌子就十五 安车牌子就十五 但是它是前提是有千分的 你把螺丝 你等会被着急 我给你整整的那部的 你螺丝先拧上 给赵姐上牌呢 必须得对正了 你不对正你扭不上 不是 能扭上啊 这玩意 你就往这看 嗯嗯 这牌子是个长条型火 嗯 你给它居中 做事就是什么严谨 哎呦我的天 好 扭上之后先别拧紧 不要 不要把四个螺丝全弄紧紧 不要一下子拧紧 先给带上之后 咱们 终于扭 你看你这 尘也挺硬的 哈哈哈 把四个螺丝都带上之后呢 咱调整一下 调整到最佳状态 然后咱们再那里 哎 松松的 松松的 对 哈尔滨车管所 这个牌子的螺丝 就是十字花的 谁来再跟我叫 我就吃你们烧鸡啊 那叔叔是孙 想想想的 孙叔叔 嗯 长春空军的孙叔叔 嗯 烧鸡老乡 我记得那时候 他在这 咱们这时候 咱老吃面条的 对 因为他喜欢使用的 是吧 对 他还为了吃面条 特意给他买的小盆 对 买了好多小盆 说用那个小盆 吃面条香 对 哎 他 从正面照一下 这螺丝两侧的这个 螺丝 螺丝两侧的这个 这个活口大小是一样的 均匀 哎 上下 上下 看看这条平行线 跟车的这条平行线 很老快快点 是不是能穿得上 高低有没有调整 哎 底下一摸 都是骑的 嘎嘎其 对 然后这时候给大家展示 什么叫千分啊 这个就是千分 这个东西摁进去之后 这螺丝就拧不着了 啊 它两边是带着一个小盗 盗相刺的 看不见 盗相刺这个词 用得非常准确 我不知道这是东北话 还是普通话啊 反正就是一个盗相刺 然后咱们这个黑的牌子 这是黑 把它冲上 正确的 正确的方向 嗯 按上之后呢 先别着急 有的朋友拿手 有的朋友拿手去按 正常怎么整呢 正常是这样啊 你比如说这样 拿手去 时间 哎呀 动不动 然后啊 先把它都搁上 正常按是能按进去的 嗯 但是不 很费手指的 你要比如说你这辈子呢 买个四五台式的 你就拿手按 它也它也没啥事 但是你要天天上盘 那它就费事 哎呀 你把那个这个这个这个 没事 我去取个小工具啊 啊行 稍等 可真慢的 为了给赵姐上盘 我专专门制作了个小工具 不上车 用这个木头垫着之后呢 锤 一个寸距 哎 看不看 进去了 进去了 离近距离来个微距 砸我的手 哎呀 歪了 这个好像本身它有点问题 有点大 它都这样 有的时候按的手指都生疼 哎 看着啊 对准之后 这个木头是为了不伤它 对准之后 这刷刷水的跟我脸 哈哈哈哈 怎么样 行挺好 正不正的字 行行 这个啊 大痕就是强迫症的 照记在旁边看着呢 是不是啊 哎 进去了 满满当当当 挺带记 怎么样 行啊 行不行也不是你的车啊 后面是吧 行不行 你还老奔我啊 来 你还老奔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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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太阳能有下雨 对 你还老奔我啊 你还老奔我啊 嗯 这是订的车 嗯 然后在咱们做的改装 然后咱们给上的牌 嗯 也就是什么都不用管 全套的 全套的 嗯 一提就是房车 来了之后 就是这个速冰车 嗯 自己设计完 直接开走 是吧 是的 就是这么个流程 后面上牌的过程呢 跟前面是一样的 咱们就可以快进处理了 好的 没用上工具最后 嗯 其实工具是多余的 手手完全能按进去 之前我都拿手 刚才有点画舌添足了 完成了呗 这就 完成 咱视频超不超长 不超长 相当超长 超长的拉倒吧 下期视频给大家介绍 这台这个 速冰车 手续的这个车 连 连这个买车 在改装 在上盘 都在咱们这